最近的食安问题是让大家闻有心惊 总统马英九说 一个月之内要全面清查台湾食品地下工厂 屏东县联合鸡茶小组 今天早上到万丹社口高频系一带 查获违规废油回收工厂 一桶桶塑胶回收油桶及铁桶 堆满了废油回收厂里 有些废油可能排放到邻近农地 空气中还弥漫着怪怪的油味 锅炉油啦 不是使用油啦 什么样的烤油 什么样的烤油 就是工厂的鸡海油啊 你问工厂会漏什么油 他看漏什么油我也不知道 他就综合的啊 我就收掉我就积加买回来 所以南厂会这样热热的 有毒的污烟吗 当然也是不污烟啊 因为他们的买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污烟不污烟啊 虽然是有登记的费油回收厂 但因工厂设置的地方 是属于高品锡盘国有财产区的核床地 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废弦它有是经济部公告的一个 事业废弃物啦 它当然可以再利用为 作为基础的燃料油 可是这个是一个非法的一个场所 那当然我们违反的废弃物清理法 还有相关的环保法令规定 那可能也违反了我们那个惩罚 还有那个地震的一些相关规定 这个我们先政府会依法来处理 环保局已经要求工厂停止作业 并将进一步采样调查 最终将被采取300万元罚还 新南海台电视李娟荣 台湾屏东报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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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